到底是哪个国家口口声声地表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 跟别国打交道 哪个国家滥用经济 金融 科技拔权地位 将其作为遏制打压他国 谋取地缘政治私利的杠杆 国际社会对此看的是清清楚楚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是当今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每方一些人整天沉迷于威逼裹挟盟友 搞恶华小圈子 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不得人心 也没有出路 我们敦促美方言行一致 将美国领导人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的表态落到实处 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合作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事